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之前的影片,我已经介绍过一个 如何读写你的MTSS Hard Disk App 那一个App是要付费的 最近有一个小伙伴提供了一个免费版本的读写MTSS的App 试用了过后,发现到其实还真的不错 所以今天就要介绍给在看这个影片的你 那么我先去看吧 啊,对了,三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方面之心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声号TV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当你点击我放在说明文的链接过后 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Multi for NTFS 它是免费的版本 如果你觉得这个版本非常好用的话 你可以进行给他们当作是个鼓励 所以我们先点击Health 来到达这个App 下载好后,只要到你的到达的Folder 打开它 然后再把这个Multi的App 投进去Application里面 然后再打开这个Application 就可以看到这个Multi 都App了 或者是你可以在这个Launch Pad 找到它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Multi 然后点击Open 右上角这边有个讯息 是问你要不要把它变成MTFS的东西 不过你们要小心的就是 这部Kan其实是Apple的Disk 不要拟拔它 所以我们按No Dance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我的MTFS的HardDisk 换进去 当我的HardDisk一插进来过后呢 它就已经抵贴到这个MTFS的HardDisk 所以我们这边先按No Dance 这个就是我刚刚插进来的HardDisk 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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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的话 也是不可以添加任何东西的 那我现在把它关闭 再打开上面的这个Menu 点击它 然后它这边其实就可以给你选择你要Remote哪一个Disk 所以真的要小心选不要选错哦 所以这边我就按Remote我的NTFS的HardDisk OK 我的HardDisk呢 会从这个Desktop这边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它会变成在我的Finder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HardDisk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改写这边的东西 所以先从这个Finder里面拖进来 所以它现在是可以放进来的 然后我也可以Delete Mode Continue 然后它就被Delete掉了 使用速度是蛮快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当你每次插入新的NTFS的HardDisk的时候呢 它就会问你需不需要Remote它 所以你可以选择yes 或者是no 好啦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如果你什么推荐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那我是X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